各位早,你们好。 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有机会一起来研究。 我一辈子讲到最有功效是这一章。 上的恩待我,我从小就会这样对我长辈这样说, 你们不听父神的话,你们不听上帝的话, 为什么我要听你的话? 他们没得打。 这是我一辈子最有能力的一个讲章。 凡是有头脑讲道理, 他都必须跟我一起来信别书。 如果你这个题目没有看清楚, 你当然看这个题目,可能觉得,哇,我们要造反。 不是这个意思。 是上的恩待我。 五十年前,我讲这个讲章的时候, 很多人来信耶稣,跟我一起来信耶稣。 而且不可以到其他地方去信耶稣。 是非常好的。大家一起好好地休息。 这是数学逻辑。 是我起名叫做从上到下直线的逻辑。 听从谁,顺负手末。 这是,这个非常好。 就是以赴手术六章第一节。 这里有几个字,非常要求。 在主里,这三个字。 在主里,听从父母。 在主里,听从父母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们要把它搞清楚。 如果你搞不清楚呢,你可以上网去, 你会放在网上啦。 你可以继续不断地翻看听我的讲解。 而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对的。 for this is right,对的。 是的,是非常简单,不需要解释。 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对的。 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就觉得很伤心,很少的。 因为我礼拜六晚上,看见新闻的时候, 在奥林那边,有火烧, 这一家狂热的聚会。 是中国人的地方。 今天早上的新闻呢,是可能有40个被烧死。 一共有176人参加那个狂热的聚会。 礼拜五晚上。 礼拜五晚上。 所以我立刻就想到, 我问这里有一个妈妈, 她今天好像没有来啊。 她坚持她两个儿女, 一定要来, 礼拜五来参加独圣经。 八点到十点。 活小姐你也看见 你听见那句话吗 坐在你旁边那位 妈妈教她一定要来参加聚会 这40个人 很可惜 如果他们有妈妈 坚持礼拜五 要在教会参加读圣经 他们还活着 如果他们有40个里面 有20个礼拜五坐飞机 到这里来参加我们这里读圣经 我不介意 我一定很欢迎 可惜他们没有来 这些事情可以 这种灾祸可以没有的 这些人不需要这么死的 这样死的 感谢神人脸 这里有两个孩子 非常有福气 他们有这样的妈妈 坚持每逢礼拜五 一定要来读圣经 如果这40个人里面 都有这样的妈妈 他们也肯听话 这40个人很活着 总而言之 我是讲现实 实在的事情 所以今天说 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对的 为什么对呢 那我们讲道理的人 就常常要讲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一句话呢 是小孩子开始讲话 要开始休息讲道理的时候 常常问的 特别是外国人的孩子 妈妈教他这个 他坏 他就只有一句坏 他就坏 然后你教他又来一个坏 他就只有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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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如果你们有外国人邻居 父母在教小孩子的时候 你会常常听见那些小孩子 他其他的话都不好像会讲 他真是坏坏坏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母亲如养你 父亲按主的教训教养你 所以是对的 父 妈妈 为你 爸爸 爸爸 按主的教训教养你 所以你顺服他们 是对的 好 正义的问题了 我常常一辈子 上的恩戴我 要讲正义 我不欺负人 也不给人的欺负 因为我们有头脑 我们要讲道理 我不欺负你 为什么你要欺负我 正义的问题 是的 无论如何 母亲为我们 她怀胎生我们 这么辛苦 所以你顺服她 是对的 但是父亲有没有按主的教训教养儿子 很少 很少 当然我们这里可能有几位 非常有福气 父亲有没有按主的教训教养孩子 这是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个讲法是最好的 父亲有没有按主的教训教养你成人 我才能受伤的恩戴我 我从小就问这个话 你们不听天父的话 为什么我要听你的话 我从小就问这个句 他们都不敢开声 你们没有听父神的话 你们没有资格 叫我们听你的话 这个很危险 但是这个很准确 全世界 没有人能变 我就是喜欢讲这句话 没有办法 我常常感谢主的恩典 你解释了吗 我感谢主的恩典 我从小就有这个思想 五十年 我这篇讲到出来 很多人 我一看见 我就叫他 你有头脑 讲道理 你就必须要跟我一起 这样信耶稣 所以那些不听话 不愿意来的 一看见 从某人来的 就赶快跑掉 所以我认识的人 有两种 一种跑掉 一种跟我来 很少有中间的 儿女要在主里 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对的 我是重复一次 对 父母也必须对 儿女对 父母也必须对 当方面的对 就是什么 不公益 不义是什么 罪恶 所有不义 都是罪恶 所以 常常有人 要来这里停车 停在门口 我礼拜四晚上 六点钟要回家的时候 有一部车挡在那里 我给他 我想喇叭 给他 收拾五分钟 没有人来 我叫警察 给他告票 然后要拖他的车 警察来了 帮忙我 感谢主的恩典 OK 今天是正义的问题 我还预备 我还预备好 礼拜五早上来的时候 如果这某人 看见这个事情发生 说我们是教会 他挡住我们 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我还预备好 怎么样回答 幸亏 他们还有一点 羞耻的心 没有人来 所以我也没有提 主要言之 两方面都要对 所以任何人说 你们信耶稣 应该这样 应该那样 这种讲法 就是不应 所以每一次讲 你就犯一次罪 因为你自己 不遵循上帝的吩咐 你要人家遵循 这就是不应 搞清楚哈 上来恩待我 我今天讲的 比五十年前好很多 因为我加上 五十年的经验 明白吗 若是有人 说你们信耶稣 应该给我欺负 这是他的意思吗 明白吗 你们信耶稣 应该给我欺负 你们应该 好像耶稣一样 人家欺负到 第十下 都说父啊 赦本他们 明白 因为他们所做的 不知道 这些人所做的 他知道 他就跑不了 我这个头脑 感谢主的恩典 凡是有人说 你们信耶稣 等等等等 但是他自己 不信耶稣 或者他们不是跟我们 这样信耶稣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就是不义 不公义 不正义 所有不公义 都是罪 又汉一书五章十七节 非常清楚 我今天讲的很慢 希望你们大家明白 要好好的休息 所以一起休息 让我们要清除 世界上的罪恶 然后好像这些 四十个人 父母做到他的功夫 而你做到的功夫 这都是对的 不单止是 能够救人的魂 也能够救人的肉体 人肉体也可以得救了 但是现在呢 因为这么多不义的事情 所以四十个死掉了 有时候如果你想真一点 非常不好听 导致有一种人很高兴 病医馆那里的人 很高兴 因为他有好多生意了 那我今天不搞这个 因为我为他们 就很伤心 这样的 无辜的 这样就死掉 非常无知 对 父母也必须对 但 单方面的对 就是不义 所以第二 第三 一条直线的国际 从上面到下面 一条 神造亚当 夏娃 传天下 圣经里面说的 创世纪 一章二十七节 神造了亚当夏娃 神按照自己的形象 造男造女 我刚才说 五十年前 我在香港 讲这个道的时候 很多人信耶稣 四年之内 就五百多六百人 因为那个时候的人 还有一点羞耻的心 自尊的心 所以听见这个话 他们肯讲道理 他们有头脑 证明他们有教育 有头脑 所以他们 没有办法不信耶稣 如果他们不肯 跟我一起来信耶稣 他就逃到远远的 或者装的不认识我 因为他认识我 我一定要告诉他 你头脑正常吗 讲道理吗 每一个人都 每一个人都希望 他是有头脑 讲道理 你有头脑 讲道理 就一定要跟我一起来 这样信耶稣 神拗着 造了自己的形象 造男造女 后来亚当与夏娃生儿女了 第四章 第一章到第四章 后来亚当与夏娃生儿女 这里说 亚当与妻子同房 他就怀孕生了肝影 传天下所有的儿女 都是这样生的 记得这是圣经说的 不是我说 其他方法我不知道 跟圣经不相同 亚当与妻子同房 他就怀孕生了肝影 然后他说 主帮助我生了一个儿子 那他英文翻译得很巧妙 多了一个人 我生了一个儿子 主帮助我 那个时候真是要主帮助 现在传天下 传牛肉 有多少女人生孩子 生了一个孩子 他们会说 主啊 你帮助我 生一个孩子 你自己去算我 没有时间去算这些 是吧 后来他又生了一个亚伯 该亚伯两个儿子 关键在这里 看清楚 关键这里来了 亚当教导儿子 敬拜造他们的神 创世纪四章三大四节 传天下听清楚 你可以读传天下最畅销的书 圣经 创世纪第一章 神创造亚当夏娃 第四章 亚当夏娃生儿子 然后亚当教导他的儿子 敬拜造他们的神 那创世纪 圣经里面的东西 受造的 拜造他们的神 这是怎么 对的 传天下听清楚 被造的人 创造 创造 造他们的神 这是怎么 对的 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对的 神造我 我拜他 这是对的 妈妈养我 我听从他 这是对的 爸爸教养我 我听从他 这是对的 OK 这都是对的 受造的 拜造他们的神 是对的 他们将是 从这些经文 罗马书 一章 二十五节 死不行传 十七章 二十四到三十节 所以你们来这里 一起学习生理 真是有福气 这是天下 最准确的道理 所以我很欣赏 杨教授来这里 帮我们 帮我们 体会出来 我们这里研究 圣证 是要讲 什么 精准 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要精准的 传讲 圣经的道 他们将神的真实 变换 我们中文没有这样翻译 他英文 Exchange Exchange 变换 改换 我们 今年 圣诞假期 那个特别聚会 恰恰是 二十五号 我看见二十五号 那时候就小孩子 我们很高兴 就是Exchange 明白 礼物交换 但是这些人很笨 笨到什么地步 用神的真实 去换虚化 明白 我能够想象到 二十四K的王金 去换 发量的铜 这么笨 OK 敬拜 他们变换 敬拜 造他们的神 变换成为 造受造之物 所以我在中文里面没有位置 英文里面有位置 所以我 deadly mistake 自命的错误 这是全世界 有历史以来 最自命的错误 deadly mistake 全世界 从敬拜 造我们的神 换成 敬拜 造物者 造物的东西 罗马书 一章二十五学 所以我才能感谢主的恩典 我读到创世纪 然后读到 启示的最后一本 我还记得 创世纪讲什么 现在的人 第一节 讲到第三节 他第一节忘记了 讲第一节 又忘记第三节 两二一二三节都 没有办法连起来 所以我常常感谢主的恩典 罗马书 使徒行传 讲得很清楚 他们把神的敬拜 造他们的神 这个 拜这个造我们的神 是对的 把它换成为 不拜这个造我们的神 去拜人造物 这是非常不好 罗马书 第一章第二十五节 你继续读下去 继续读下去 你就发现 同性恋是怎么来的 继续读下去 我背一点给你听 因此 神放纵他们 任凭他们 去犯过种 淫万的罪 男女男女女 继续下去 同性恋在圣经里面 是这样发生的 因为他们笨大 把敬拜造他们的神 改变成为敬拜受造之物 所以非常笨 神是永远可称重的 阿们 这是重复一次的意思 若是你父母 敬拜这个创造人的神 听从他们 是对的 传天下儿女听清楚 若是你的父母 你的祖宗 你的爷爷 爷爷的爷爷 不要爷太多了 等一下变成爷死就不好了 OK 如果他们是拜这个创造人的神 听从他们 是对的 如果不是呢 你就不是在主里听从父母了 正义的问题 你父母敬拜这位造人的神吗 这是全世界最有力量的依据 你的父母 是不是敬拜这个创造人的神 天下有多少父母 好像今天我们坐在这里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母 因为我们不是石头抱出来的 我是妈妈生的 OK 大家都有妈妈生的 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我们这里有多少人的爸爸 是敬拜这位创造者 这个创造人的神 如果他们不是敬拜这个神 那我今天是讲信耶稣 不是叫你回家去造反 我是讲信耶稣这方面 讲信耶稣 记得 在信耶稣这方面 如果你的祖宗 你的三代四代五代 我在香港传道的时候 在这里也是 很多时候我听见那些 没有道理的事情 非常讨厌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 生气揍他们 但是这非常不义的事 但是这非常不义的事 他们自己的祖宗 背叛 他们的祖宗 他们的祖宗 背叛造人的神 他们今天 竟然胆敢 叫我们听从他们 明白吗 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们竟然胆敢 这样不义 自己没有搞清楚 跟着背叛的始终 走背叛的道路 所以今天我重新解释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解 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神的荣耀 这一方面是最特定的 现在世界上的人 除了我们这些 敬拜按照圣经真理 敬拜造我们的神之外 都是背叛的子孙 都是背叛造人的神 他们背叛就可以 我背叛就不可以 这也是不义 我不是说背叛是好 所以常常有人说 你们几代都是拜菩萨的 我说从我开始 我要回来 这条直线逻辑 我要回来离开 背叛的子孙 回来这条直线 做顺服的子孙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 好像六零时代的时候 在中国出了一本红皮书 里面好像有一句话 我非常欣赏 造反尤里 有没有听过 有啊 这就是我 我就是这个造反尤里 我怎么讲话呢 你们拜菩萨 造反上帝 造反你们的祖宗 我决定要造你的反 我不拜你的菩萨 明白意思吗 我这个叫什么 我要回来 实现的逻辑 敬拜造我们的神 我这个造反就是 迈古是什么 造反有理 这样就才有理 这就是准确 大家听清楚啊 感谢神恩典 今天我还能够记得 这个道 跟你们一起来分享 这是正义的问题 你的父母 敬拜这个造人的神吗 世上有多少父母 像我们这样 敬拜造人的神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敬拜造人的神的直线道理 差不多是重复一次 直线道理 这个直线逻辑 直线道理 是我开始的 好像我在北京 二十年前 我重新解释 胡说八道 胡说人有八条道 我跟神造亚当 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 这是造圣经出来的 亚当叫儿女 敬拜这个造他的神 这是理所当然 这是对的 所有头脑正常 都能思想 所有头脑正常 能讲道的人 都能够想到这一点 所有后代 都听从父母 我们今天 一千代一万代以后 还是在拜 同一个 造我们的神 这条道理 三年几句应该想到了 不过我也等到 大学毕业才想到 所以笨了 很笨 但是感谢主的恩典 五十年前我就想到了 若是所有的后代 都听从父母 好像亚当的儿子 听从他的爸爸 拜这个造他们的神 他们儿子 听从他的爸爸 听从他的爸爸 我们一千代以后 还在拜 这一个同意的 创造人的神 传天下 没有人 走得了 没有人跑得了的 这是直线 逻辑道理 感谢主的恩典 我五十年前就发现了 今天还是在敬拜 这个造人的神 请问 何来其他任何敬拜 哪里来的 半夜的子孙 传天下 没有人能够变 他只能够烧圣经 圣经写的 OK 何来其他敬拜 半夜的子孙 若是你顺服 跟从不敬拜 这位造人的神 你最多能够成为 半夜的子孙 他们半夜 你也半夜 所以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你知道是犯罪 你不知道也是犯罪 也是不义 因为他们背叛神 他们背叛他们的祖宗 你就跟着他们这条线 背叛的线 那他们背叛出来一条线 背叛出来一条线 背叛出来一条线 就是每一个宗教宗教了 所以我又再讲一次 全世界所有的宗教 都是没有头脑 不讲道理 如果你有头脑 讲道理 你就必须回来 这条正确直线 敬拜神 两千年来我们都有这本圣经 全世界最畅销 全世界最畅销的书 你可以自己读圣经 敬拜神 我会发现 你也可以发现 你最多是个半夜的子孙 所以你千万不要搞这些 结果很简单 我也劝你 我两头都欠了 感谢神人 你要预备好 跟这些背叛的人 他们背叛他们的主宗 他们背叛造他们的神 你就跟在他们后面 做背叛的子孙 那你就要预备好 跟他们永远同在地狱 这是很简单的道 现在你们知道 为什么我常说 宗教是为没有头脑 不讲道的人败的 结论了 一定够时间 感谢神人 我希望今天把它搞清楚 以后我们有机会的时候 重新来温馨就行了 这正是要做的 我们祖宗父母背叛造人的神 背叛他们的祖宗 我们必须救自己了 所以我们必须救自己 你不救自己 没有人能够救你 上帝也没有办法救你了 所以我们必须救自己 回来敬拜造人的神 他们背叛 我不再继续背叛 我不再盲从 下眼 我眼睛开了 感谢神人 我必须救自己 必须自己先回来 重新开始这条正确的直线思想 从我开始 传世的就是 从我开始 就要来 回来这条直线 正如史诺巴罗说 我们有基督的头脑 这是波林多前书 二章十六节讲的 史诺彼得说 你们要悔改 回归造人的神 史诺行传 三章十九节 所以感谢主的恩典 这一次我排得很整齐 我欣赏自己 你欣赏没有问题 感谢主的恩典 所以我们现在最要紧 要做的一件对的事 就是什么 回来 离开这些伴依的子孙 回来这条直线 回归造人的神 叫你们的罪得蒙涂抹 安舒了日子 从神面前来到 这是 《史乎行传》三章十九节 这里也会讲很多的道理 为什么 这些悲惨的事 四十个人 开party 就给烧死 二十几年前 在邦寺这里 八十六个 也是因为这样开party 邦寺这里 那是外国人 二十几年前 在邦寺 八十六个 他们把 逃火的地方都锁掉了 所以 这些悲惨的事 事实上 这么多不义的事 可以避免 只要我们从自己开始 你不能勉强人家 你只能勉强你自己 从我开始 我要回归 这条直线 回来 按照圣经真理 敬拜 敬拜 照我们的神 叫我们的罪得赦免 然后 我们最多赦免 安苏的日子 我们大家都想要 从神面前来 你想平安吗 你想安居落叶吗 你要回归 不要在半夜的人 人群当中 我们要做对的事 顺负 照我们的神 顺负起初的祖宗 不是后来那些半夜的祖宗 明镜 清楚交代了 愿神 师父保守你 直到休息